今天我们要来读一本中文的儿童图文绘本 盐巴与砂糖 作者是陈云新 图片是王孟婷 翻译是谢维林 盐巴与砂糖 在一个美丽平静的小镇里 有一家饼干店叫伊甸园 伊甸园的老板老亚当 每天都和盐巴与砂糖在厨房里努力的工作 希望有更多人能够品尝美味可口的饼干 兄弟们上工了 每天清晨老亚当都会大声吆喝盐巴和砂糖起床 开始忙碌的一天 老亚当一边和着面团 一边哼着 面粉鸡蛋牛奶拌奶油 揉啊揉 搅啊搅 和上盐巴 美味可口咸饼干 盐巴很兴奋的一起搅和 面粉鸡蛋牛奶拌奶油 揉啊揉 搅啊搅 搅上砂糖 美味可口甜饼干 砂糖很骄傲的加入搅拌 老亚当做出来的饼干 不管是甜的还是咸的 都非常好吃 一个阳光灿烂的早上 安妮走进伊甸园饼干店 早安 亚当叔叔 老亚当问 早安 安妮 今天怎么有空来呢 安妮回答 下午我约了朋友 一起喝下午茶 所以先来您这里买包甜饼干 亚当热情的问 那要不要顺便来点咸饼干呢 还是不要好了 我的朋友比较喜欢甜饼干 安妮摇摇头 放学了 小不点跑来伊甸园 亚当叔叔 我要买甜饼干 亚当说 哦是小不点啊 今天不要咸饼干吗 小不点摇摇头说 不要 我比较喜欢甜饼干 后面有一大堆客人 在排队买饼干 我要甜饼干 两包 我也是 到了晚上 门上的风铃 发出一阵急忙忙的声音 玛丽亚 怎么气喘吁吁的呢 老亚当转头看着她 玛丽亚一边喘气一边问 呼 还好 你还没有打烊 还有饼干吗 有的有的 咸饼干还有很多 老亚当仔细地点着饼干的数量 玛丽亚紧张地问 那甜饼干还有吗 不好意思 甜饼干卖完了也 咸饼干也不错啊 来包咸的吧 哎 又来晚了 老亚当啊 你不知道吗 甜的比较好吃耶 下回多做些甜饼干吧 真是奇怪 怎么今天还是剩下一堆的咸饼干 甜饼干却一块也不剩 老亚当很苦恼 隔天清早 老亚当走进厨房 吆喝着 上功了 盐巴和砂糖 马上从床上跳了起来 面粉 鸡蛋 牛奶 拌奶油 揉啊揉 搅啊搅 搅上砂糖 美味可口甜饼干 美味可口甜饼干 砂糖很骄傲的加入搅拌 盐巴欣赏 等一下就换我表演了 面粉 鸡蛋 牛奶 拌奶油 揉啊揉 搅啊搅 搅上砂糖 美味可口甜饼干 怎么还是砂糖呢 盐巴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今天只有甜饼干 也没有盐巴表现的机会 隔天 只有甜饼干 再隔天 也还只有甜饼干 一连好几天 都只有甜饼干 每一天 甜饼干都卖光光 这天晚上 甜饼干也是卖光光 哈哈 大家都喜欢我呢 可是 哦 好累哦 砂糖打了一个大哈欠 盐巴很不高兴的说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有什么了不起 我已经忍了你很久了哦 话还没说完 盐巴就把砂糖推倒 狠狠的修理了他一顿 砂糖被打得全身红肿 吵什么啊 老亚当听到厨房的吵闹声 跑了进来 为了帮砂糖消肿 老亚当赶紧将砂糖丢到冰里 砂糖的肿是消了 可是却变成了红色 为了处罚 盐巴的恶行 老亚当吩咐 他要在滚烫的热水里工作 砂糖为了变回原来的颜色 所以常常跳到冰里 却意外的调制出甜甜的爆冰 虽然盐巴辛苦的在热水里工作 却烹调出好喝的咸汤 从那一天晚上之后 这个美丽又平静的小镇里 伊甸园不只卖饼干而已 还有甜甜的爆冰 和热乎乎的咸汤 故事读完了 希望你会喜欢 我们下次见 拜拜